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和家长,大家好,这里是东学堂微电台,王老师带你读《唐诗三百首》节目 今天呢,我们来认识一位新的诗人,不容易,整本书都已经念到最后了,我们还在认识新的诗人 这位诗人呢,其实我们之前也多多少少的涉及过一点,他就是裴迪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288页 在288页上,有对裴迪这位诗人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都知道他其实是王维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王维在中南山网川别墅隐居的时候,留下了大量的和裴迪唱贺的诗歌 后来呢,裴迪到了四川之后,跟杜甫也有交情,杜甫也写过赠裴迪的诗歌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终于读到了正主裴迪的诗 那历史上裴迪是被归入王维一派的 就是圣唐的山水田园派的一个诗人 他跟王维的唱贺的内容和风格都非常相似 所以他被归进了圣唐山水田园 意思就是王维写诗啥样 培迪跟他写的差不多 不光是内容和风格差不多,水平也差不多 只不过很可惜,他的整个诗集没有流传下来 到今天只剩下29首诗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裴迪并没有作为我们古代的一个大诗人出现 但是他的诗的风格和王维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那今天我们学习的这首诗歌,在288页的最下方,叫做《送崔九》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崔九呢,是裴迪和王维的另外一个朋友 叫崔兴宗 因为他排行第九,所以叫崔九 然后他是王维的表弟 那么这几个人,以前就经常在王维的中南山的别墅唱和聊天 一起归隐山林 那么崔兴宗这个崔九和我们杜甫的一首名作《江南逢李归年》 里面那个崔九唐前几度文 大家一定注意,这两个崔九并不是同一个崔九 只不过很巧,他俩都姓崔,都排行第九 因为唐代的时候,尤其在圣唐时期啊 这个崔家是一门非常大的家族 跟杜家、维家一样,也是豪门巨族 所以家里人口就多呀 所以不同辈分之间都有姓崔扛九的人 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 那么崔兴宗是什么经历呢 早年隐居山林 但后来呢,出来做官了 做官之后又碰到了奸臣当道 于是呢,心里很生气 就辞官不作,心灰意冷了 那么裴迪的这首《宋崔九》就写于崔兴宗辞官不作的时候 然后裴迪呢,就对朋友进行了良好的祝愿 你这次辞官就认认真真的别做了 不要说这个隐居着隐居着 忽然又想做官,又跑出来重出江湖 那就不好了 这是对朋友的一个祝愿 那么这首诗的内容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看 因为它意思不深 所以我们简单来说 宋崔九 归山深浅去 虚尽秋鹤美 莫学武林人 赞游桃园里 那么注意那个鹤字 笔画很多,不太好写 秋鹤,秋就是山包 鹤呢,就是山谷 所以秋鹤就是指山和山谷 深山老林的地区 那么归山深浅去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词叫深山 对吧 深山就是指山里面比较深的地方 离人比较远的地方叫深山 那浅呢,就是它的对面 就是稍微一进山的这个地方叫浅 所以归山深浅去 就是你要归隐山林啊 不管你是归隐在深山 还是比较浅的地方 怎么样呢 虚尽秋鹤美 都要穷尽 秋鹤之美 就是山峰和山谷里面的 美丽的景色 一定都要尽兴的 好好的玩一玩 这叫虚尽秋鹤美 一定要挖掘山里面 所有的美丽啊 所以这两句是正着说 叫你归隐深山 不管你是归隐深山 还是浅山 都要好好的去尽情的 欣赏它的美丽 为什么呢 后面两句是从反面来说 给你举出一个不好的例子 叫莫学武陵人 赞游桃园里 这两句是用了桃花园记的典故 一个武陵的打鱼人 顺着溪水 误入了一个桃花园 然后呢 进去之后 跟人家有了个交往 住了几天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再想回去 回不去了 这叫莫学武陵人 赞游桃园里 这个赞 赞时 对吧 赞时去桃园里游了一圈 结果最后 还是要回到人世中间 这是武陵人的经历 那不要学武陵人 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助解三说呀 劝为催酒 不要做走中南捷径的假饮饰 这个中南捷径这个成语 我们之前在节目中间也说过 说唐代的时候 皇上很喜欢山中的饮饰 经常高薪聘请这个山中饮饰 出来做官 给了他很多的礼节 然后就有人呢 为了投皇上所好 故意去深山隐居 把自己炒作的很有名气 这样子呢 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他就会高头大马的 到深山里来 请我出去做官了 恭恭敬敬的 这叫中南捷径 就是不好好读书 只想投机取巧 通过假装归隐的方式 引起皇帝的注意 从而得到一个高官后路 这叫中南捷径 这叫假饮饰 所以呢 这个崔九也去归隐了 这个裴迪呢 出于对朋友的良好祝愿 希望崔九 不要做这样的假饮饰 你既然决心要归隐山林了 你就好好去归隐山林 尽情欣赏山林之美 就可以了 做这个无忧无虑的人 过悠闲自在的生活 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为了凹造型 为了炒作 为了得名声 为了当大官 而去假装归隐 这是裴迪 因为跟崔幸宗是好朋友 我才有话直说 不要学那些 暂时去山林中 旅游一圈 立刻就回来的 那样的人物 所以这是这首诗 真正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王维也好 裴迪也好 他们归隐山林 那是真心实意的 想做饮事 是真心实意的 去欣赏山林之美的 所以他也希望崔幸宗 作为他的好朋友 也能有他们 这样的一种精神 既然已经决心辞官了 就不要中途 半途而废 再回去 重新做官了 也不要为了当大官 所以故意来归隐山林 这样的人 我们山水田园派是要开除出去的 这就是 裴迪这首诗的意思表达 里头两个典故 一个桃花元祭 一个中南捷径 这个是需要我们去积累之后 才能更好的理解这首诗歌 但是说起它的写作技巧 说起它的利益思想 其实都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就能够得到了 所以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还是简单的来回顾一下诗歌的内容 好 时间关系 本期节目先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